原本今天就應該講一下賣地 55億很多人說賤賣土地 我都騙了一頭 這頭你又說歐地表 又說這樣搞這搞老 就說谷歌的樓價 到接著要定期賣地 你又說樓價不斷上 就越推高就越賣地 好了 到現在低價投地 你就說賤賣土地 現在香港人都很怪 那些政客 難怪很多人說 看香港政治就是瞞到抽筋 那些政客都亂說陳文雄 所以是不是見完美國之後 就是民主政制都不合理 解決不了經濟危機 兩回事 就是民主政制不是等於 是一個理想的決策的體系 就算說群眾參與 幾個參與都是一樣 最重要的決定 跟經濟關係未必是實際 是聯繫在一起的 所以經濟發展往往不是說 你投票可以解決的 不是說幾個席位可以解決的 就是經濟基礎不可以這樣動的 就是你宏觀一點看 就是拉長距離看 你會發覺有幾樣東西的 我們只能夠說關聯的關係 就不能夠說因果關係 那你見到現在經濟水平最高的國家 都是比較老牌的民主國家 但是當然因為它是老牌 所以它是一個很成熟的經濟 經濟又放慢的了 那另一方面我們也承認 就是如果你真的權力集中 決策英明在一個短時期 能夠爭取到經濟表現好 是完全可能的 跟民主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像陳文宏 財野就說了 政治理性就搞定了 那天寫了一篇文 隨便插美國兩項 我想政治沒有理性這件事 好像經濟也沒有理性的問題 我想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政治本來是將財富互相再評分過的 但是當你政治做不到這個角色 政治就崩潰了 你承認是多元化利益 那你現在美國也好 英國也好 香港也好 或者很多地方 你會見到就是 經濟一放慢 年輕人就很不滿 上向社會流動機會減少 貧富越來越怨殊 你怎麼跟它理性呢 那就是星期六 財政司司長說的東西 好像政治爭拗 搞到經濟差 搞不定 那你連居屋都不肯興建 那又不肯有一個 民主政制的時間表 路士等會來咬 香港的情況跟英美不同 英美長期是靠剝索別國 是維持它發明的 但是如果說剝索不到的時候 財富集中在金融機構 然後是沒有工業沒有就業的時候 內部始終會出現問題 剝國 只是做慢的 就是街黑鬥爭來了 當然是街黑鬥爭的反應 你要明白 如果有階級鬥爭就要講階級意識 我看不到現在英國暴動的人 他有一個很明顯的階級意識 搶的意識也好 他對於統治階級就很憎恨 到底是不是他當勞動者或者窮人是自己的階級呢 如果你說說階級鬥爭 一定是出現了一個很明顯的階級意識 就是說我們就是主人 這個就是階級鬥爭 當然任何的騷亂就是一個社會 階級社會裡面原來那個機制 已經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一個極致的表現 你最明顯的事情就是 你現在多了一個種族因素 你不是純階級嗎 你是比較窮的低下階層的 多數都是有息的 而反而你同時見到 白種人的低下階層 一般來說思想是有傾的 覺得極右派政黨的支持者 主要都是這一派人 他就覺得我今天這麼慘 都是來了這些移民 要派福利給你 最好就趕走了他 趕走了他就好一點 這個你看整個歐洲都一樣 所以是不是開放政黨政治都沒有大用呢 其實主要問題就是 民粹未必可以解決問題的 就算說你大多數人的意見 在某時期未必是準確的 當涉及到種族利益 甚至性別的主要問題 你都是解決不了的 不然投票不然有人多少來解決的 而特別是 我想香港比較英美好的就是 我想過往那麼多年 我們積累的經濟的結構問題都有限 英美其實積重是很厲害的 特別是英國 基本上他不可以救的了 而受到影響的不單止是新移民 或者是少數民族罪 而更加多的是當地白種人的年輕人 那你民主政制也都要包容一些 就是對基本人權的尊重 對多元化利益的包容 如果沒有這些就是 就是變成了整天都是多數少數的了 其實你那個制度 就是我們講一個政治的制度 權力的分配或者產生的制度 你背後是一個 那些人對那個社會運行的正當性的認同 才可以的 而接受的 是的 這個就是如果你跟馬克思主要講的 是意識形態 這樣說 當現在在英美 那些看不到路的人 他不接受到正當性的時候 其實他一拼就已經 將那個建築在正當性上面的機制 都藐視了 就是丟爛下去 簡單 就是等於 我剛才關了麥克風的時候 講一下梅獨 那件事 那個警察總長去接受人家賄款 兩個都是這樣 原來手上經常去負責人家 是的 那你今天警察出去執法 那些人是罵的 是罵的 你這樣連警察自己手震 也是 你想想想 是嗎 金權政治的問題 所以說金權政治 我想說回 就是說 你說回大陸 即他現在沒有民主 似乎是走得快些 其實他是跟著美國的戰車走 我今天看明報好笑 他說 我們一定要學 香港人一定要學識 離開美國 不要受他的影響 那我說 你什麼報紙的 你敢不敢叫大陸 離開他的戰車 現在大陸 不斷跟著他的戰車走 所以其實 如果你說 批判 這個 英美的金權政治 或者對外的經濟侵略 或者是用金融資本去搗亂 其實我們的祖國真是麻煩 但現在有好機會 就是當美國出現這樣的問題 中國開始反思 反思的意思就是 跟著美國走 跟著英國走 這條路就是走不通的了 我們怎麼找一個新的方法呢 其實我們在國內講的科學發展觀 還有很多的政策 在這個時候 興起的時候 其實是針對 美國所代表的體制的方法 我想他提很多 比較靚的口號 實際有沒有做呢 當然是好情而問 我們同樣 在中國比較富庶的 朱三角 我們接連兩次都見到大規模的動亂 這些大規模的動亂呢 這個沒有種族成份 就純粹外離省份的民工 覺得受理歧視了 覺得受理 我沒有這個上向社會流動的機會了 我享受不到社會福利了 加上對城管對公安非常不滿 那你又有這個暴亂了 這個有一個問題 其實節目都慢慢下去 我在想 很多人都還在講 包括今天看很多報章都說 等美國來打救 而奧巴馬都束手無策 等美國打救 是不是就是唯一這樣 今天講民主政治 其實民主狀態的制度 不是直接政制來的 是多元 尊重少數的意見 尊重弱勢社群 如果你說國內現在的問題 如果你說要講科學決策 一定要思想自由 言論的自由 其實共產黨它不是蠢人 它現在都叫做決策科學化 就是組織了一些精英 它不停地想 問題的影響 就是說 整個社會給你影響 或者那些精英是怎麼來的 現在海龜派說是 其實 不是的 不是海龜派 很簡單 整個經濟走向美國 學美國就是海龜派 那就等美國打救 玩財技不是嗎 基本上現在對外匯政策 是跟美國有所分離的 比如外匯的分散投資 之類的 全部都有一個 因為這個問題出現 所以有反應 我明白 我明白 你誤會了我的說法 海龜派在國內去殮財 其實是學美國的 這間公司分開幾間 那間不好的 就放在一邊 好那間就收發了上市 那是不是 美國救市 那就是 很簡單 你那個資本主義 學足別人 但是那個反饋的機制沒有 所以大陸有一個問題 就是 它現在爆發的社會矛盾 會很大 那就是 我剛才說的 讓美國打救 不是不是 我想其實 你每一個國家 都有自己的國情 那你剛才 蔣國雄議員所說的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不是說 民主政制 就一定帶來經濟發展 你最緊要的 都是說 人的價值 人的尊嚴 生活的質素 人權等等 你看一下 譬如沙地阿拉伯 大家 很有錢 很有錢 每人會的經濟水平非常高 你覺不覺得 你自己在那裏生活有尊嚴 你覺不覺得自己生活有價值 但是問題就是 你定了這個標準 是怎樣體現的 我想 這個理想絕對是可以接受的 但問題是 在現實的情況是怎樣體現 譬如說 現在英美情況 那個泡沫經濟要解決的 解決一定要減開支 減開支一定是失業的 那誰是怎樣尊嚴出來的 那你大的問題 失業沒有尊嚴 我想請教你 中國的國策 用人民幣 持續慢慢升值 去吸引外資 拿了別人的美金 去炒 人民幣升值 不是吸引外資 而是排斥外資 現在就趕那些熱錢走 你錯 很簡單 香港人都是這樣做 如果我買人民幣計算的 他的資產會升值 就算那個資產本身沒有做了任何事 你拿了這麼多美金 有三萬億 一萬億就去買別人的國債 有幾千億就買了人兩房 華哥 你這樣的決策 好什麼 七成是美元的資產 很關鍵的 當中國的競爭力這麼強的時候 即是外匯儲備 在全球的情況下 你買什麼 這幾年已經大量買石油 戰略的資源 作為投資用 但問題就是每年增加太大 所以陳先生 有個問題就是 你自己又去做個量化寬鬆 那幾萬億人民幣 給了貪官污利去炒 現在香港炒的是什麼 你就是引人民幣去吸引外幣 但基本上人民幣是不自由流通的 我明白 所以你能夠出來炒賣 很多些基本上是外來的資金 譬如歐美來到香港去炒賣 最終最後鄭義成 都差不多了時間 看上去 是不是大家等到這個泡沫爆了 才再算 其實都不是泡沫問題的 你自己每個人都要理性 即是你美國當然 短期你說要解決這個國債 長期一些 總要加稅 總要農僅土 還有減複利 都是要這樣做 但是你都要堪肯做 沒有辦法了 大明大方到此為止 大家明天看看恆子會不會再跌下去 明天再見 拜拜 Lawrence 你好 為何精選品牌這個市場 這麼值得投資者留意呢 美國的經濟數據未如理想 而歐洲有正值債務危機 但是部分的精選品牌 亦都即是這些名牌公司 就受惠於新興市場 不斷增長的消費能力 例如好像中國 佔全球高檔消費版的銷售額 就是10年9% 預期去到2020年 是有21% 差不多一倍以上的增長 所以值得投資者留意 2011年精選品牌的展望又是怎樣 2011年投資精選品牌 有三個原因 第一 這類型的公司 2010年的盈利增長 有15-20% 預期2011年將會持續 第二 部分的公司 財務狀況健康 就好像LVMH 用24億歐羅收服到Garry 就是一個好的例子 最後新股上市 會帶來更多的投資機會 謝謝Lawrence 新加斯的甲醛 令媽媽怕怕 立邦金裝抗甲醛正味傳效 有效分解甲醛 轉化為水分子 提升空氣清新度 我的靈感,我的立邦 歐化加斯現正舉行 夏日大減價 全線加斯 包括最新歐六名牌家具 一律以低至三八折 至枯價發售 正式投入暢快的購物體驗 最後今週 緊貼大使 洞式投資先機 巴克萊資本以豐富經驗 提供最新摩卵及牛熊症資訊 巴銀應股症速遞 333央財經台 逢交易日早上10時40分 及下午1時45分 由信譽超注的巴克萊資本提供 現在的時間是晚上、巴士 30分 歐時訊號是由 看得通 美聯志幫你的美聯物業 贊助播昌 美聯樓價走勢圖 七月尾二手住宅平均樓價 會呎5825元 想知道更多,登入美聯網頁 美聯集團為你提供一站式專業服務 看得通,美聯志幫你 與阿鎔雅鉤雖 considered 資訊貸廠點 支持明星識 名月安 云球股市动荡打击